恭迎天下主罐 龙浩之 升帅级后所执行的任务 危险性将成倍足加 你们多历练历练 再来考核吧 您批准我们团的考核 但如果我们有一人在考核中失败 我们不仅全团失败 且自愿再降一击 没用的 你怎么逼我还能追啊 小家伙受了这么多苦 快来小心 你怎么会在这里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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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难道当年 小家伙 你怎么会有这么重的伤啊 他的伤 都是这样来的 快 快 好死亭国里面 不当王女君主 在此 神态无之罪孽 文汝之血体 汉无神恨毁之汗 为汝之肌 典无等今日相忍 一汝之血 其尚无英雄之英魂 巨大的君主呢 请将我等的怒火 倾泻在奥子平河里奔身上吧 好业 这又是哪里 这又是哪里 找寻命令之中的记忆吧 说此一问 世界的真相 便能再如我眼前浮现 昊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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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是 是哪儿 昊玥 彩儿 大家怎么过来的 我们到了昊玥的世界 你就不见了 后来看到僵尸们 都聚在一处山脚 赶来后 就发现了你和昊玥 抱歉 彩儿 让你担心了 外面现在状况如何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 我们遭遇了 树国僵尸的冲击 大家正在正来抵抗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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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们还好吗 其他人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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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三 你多少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服服 再来 昊玥计划完成前 亡灵生物的进攻会源源不绝 一起上 昊玥 你昏迷期间 灵力似乎消耗了很多 团长 你不是刚收了两个顶级大佬吗 要不试试 主人 有何吩咐 清理战场 死命 天哪 什么情况 全被秒杀了 那是 团长的圣位 这点杂鱼 还不够六阶的爷爷 活动 狂杀修罗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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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可还满意 主人可还满意 团长 你当时 是怎么收服这两个怪物的 随我一同诛杀 奥斯金戈利夫 怀孕 顽阮认斩 狂杀 玄圆剑 狂杀 玄圆剑 狂杀 玄圆剑 还有什么招式 万事从来 修罗斩 这招他也会 修罗斩 这次路吧 然后啊 这才是真正的小火爭 七 好 挑战失败 快找找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好尘 别担心 我没事 我还想再试试 诺人别急 要不先休息几天吧 肉体背面的体验 可不是常人能承受的 前面再指教 这小子 有意思 真的想杀死我 在修罗斩鼻祖面前秀技能 人家当然想杀你了 鼻祖 准备 准备是你自创 我没事 为其谦卑再指教 放心 消险的 好枪 为何他的凶魔战 杀气如此强劲 原来如此 他的杀气 他的杀气并不是释放 而是 准备 只要依赖 杀医才可以输放自如 在刹那间 使出威力能被数百的攻击 对 准备是 你是个小子 送死天子 吗 成功了 不愧是开创了 修罗斩的前辈 我的灵力全部耗尽在破开 他的修罗斩原来还有后招 可他 又为什么替我挡住这一击 能这么快破开我的修罗斩 这还一来可思的 你还是第一步 过得不后 我不确认可你 我的伤势和鱼都恢复了 多谢前辈 我先放过你 接下来你就和他脸 那接下来就请前辈之教 小子 你可知他为何物 这是 冰雕的花 戒子虽小 却能纳须敏 而冰翼是水 水能生万物 这里面承载的是天地万下 也是我跟随伊莱克斯大人这么久 捂出来的惊悚 不知你 能否成熟得住 这么久了 团长还没出来啊 我走 团长 你成功收复他们了吗 既然你们已经没事了 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你们离开之后 梦幻天堂将关闭 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 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 但此次魔族也随时惨重 我有预感 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 梦幻天堂乃使命遗迹 魔族无法轻易进入即行报复 但你在外面 可就太危险了 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双神加持 施展神技 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 遇含使命反折 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 这片使命遗迹 就无法再次使用神技 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 在你需要时 我会帮你 但是我也希望 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 你能伸出援手 放心 只要你们需要 我一定在所不辞 大龙 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 刚好借此机会 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 你都一把老骨头了 就别捉痛了 省得到时候拧了药 梦幻天堂里 怎么会有第三位神明的印记 什么 你是说梦幻天堂里 有自然女神的神格 难怪魔神皇如此在意 看来魔神皇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神的层次 才这么急着需要神格 祝他成神 还好这次有你们团队 才没有让神格 落入魔神皇之手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孩子 你们阻止了一场 人类的大浩劫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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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吧 对呀 这样 这样 你看 这次年华也太漂亮了吧 梦幻天堂一战 我族十余位少年天才舍身忘死 栗战我族 为我族打下了漂亮的一战 先给予他们镇南关一等宫奖励 我们的榜样 其中龙浩尘率领降级二十一号猎魔团 更是力挽狂澜 诛杀七位魔神继承人 守住了梦幻天堂 又是龙浩尘这个大英雄 太牛了吧 不仅如此 他们还带回大量灵弩 让梦幻天堂站在了我们人类的战线 从此 所产灵弩将全部归为联盟所有 经联盟商议后决定 给予特等供奖励 五银水晶 全是空银水晶 不错 这是老人特地给你准备的 空银水晶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听过很正常 毕竟空银水晶已经一世上万年了 一万多年前的辉煌年代 我的先祖聚灵神 曾用天外晶石与自身神血融合 打造了七颗自带神力的空银水晶 镶嵌在聚灵神之盾上 使聚灵神之盾威力 可开天匹地 但随着聚灵神的陨落 镶嵌在聚灵神之盾上的七颗空银水晶 也遗漏到了圣魔大陆各处 我原本的三颗 还是祖上花费近千年 才好不容易找到 以代代传下来的 这次又加了一颗 我的聚灵神之盾威力 至少会翻上两倍 那要是极其七颗空银水晶 聚灵神之盾 就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了 我怕不止 应该还能召唤聚灵神 不错 没想到联盟居然给了我们 如此珍贵的东西 还有还有呢 你们看 灵蕴血 灵蕴 酒鸡魔镜 这些宝贝我还是同一次见啊 还有这个 这可都是有价无师的宝贝 你小子先别那么激动 还有更好的呢 别等会兴奋地晕倒了 可没人管你啊 到底是什么宝贝 请让六大年高层一起冲手 这是猎魔统御令 至此令者 所有猎魔团都会无条件支援 包括称号级 灵殿主 这份礼 未免太大了 大吗 我们还嫌不够呢 毕竟比起你们的功劳 一点也不算大 这次你们击杀了那么多魔神继承人 接下来的两族局势会更加复杂难操 龙昊臣 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 不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终究会赢 对此 我无比坚定 此次你能从梦幻天堂活着回来 以蜀万行 接下来 好生休养一段时间 不 父亲大人 此行对我来说 有超乎预期的收获 我反而觉得 我有更多事要做 龙昊臣 你竟然连阿宝都能阻止 我得重新计算一下你的价值 父皇 宝哥他 他主动进了魔龙血牢 就 就算是九季 在那里也是九死一生 勇气倒是可嘉 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就给我活着走出来 你的进族还没有结束 好好想想 你应该做的事 是 我怎么又带回神哥 输给一个人类 赶紧求回 温七 是不是只要我变强 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就会来看我们了 就算阿宝绝处决定 是现任陛下队下也缺买你 实为你铁魔龙的太子 这份痛苦和耻辱 都将挂作未来的基石 从小一天 怎么会将一切千倍百倍地挂回来 我岂能相抚血沙 里域成我的东西 这血老 你必将臣服于我 竟然伤害我的孩子 东昊城 我要死了的 一举背景的圣处 既然如此 他就从你豪尘之间 给我铲开是吧 我的孩子 你的死亡 靠向了沉寂的群星 新的月長即將奏效了 最六年的星辰 你會陰落嗎